尊敬的最同修,最厚法,大家早上几下阿弥陀佛。 今天再次的也借这个共修,来跟大家一起学习,也互相鼓励。 所以感谢大家,给我这个姻缘,跟大家结个法缘。 如果有讲一些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批评。 我们学习的目的就是能够开智慧,对于这个一座的事实真相能够了解。 所以今天呢,也能够跟大家做一个聚会,互相念佛。 但是呢,我们师父上人啊,讲经当中常讲,特别对于我们念佛的人。 真想要了生死往生净土的人,我们一定要重在实质,不要重在行事。 如果我们只是在表面上上功夫,那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啊,就起不了大作用。 因为你只有跟阿弥陀佛的名号啊,修点福报,消灾严寿,这样而已啊。 它真的起不了大作用。 阿弥陀佛的名号啊。 因为你那个心,没办法脱离。 那为什么我们要重在实质呢? 实质的意思就是讲,你真修了,你真念,而且你真的在这个地方下功夫。 而且精进油门,那这句名号啊,就会起了一个大作用。 而大作用的第一个好处呢,你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你是不会被境界而所转的。 你是不会的,不会被这个境界而所迷惑了。 不论是顺言,不论是顺言,逆境,善言,恶言,好或者坏,喜怒爱乐。 种种的境界,你不会被而所迷惑了。 因为你心天天都在转这个境界。 所以真修行的人,六根皆处六成,所现出来的就是你的习气,你的烦恼。 所以你要真修,你要真念,这句名号才能够起作用。 这个是对我们内行的人来讲的。 所以有修行的人,走到哪里都非常的发誓,非常的自在。 无论什么样的境界,他不会被这个境界而所干扰的。 这个就是真念佛。 那我们今天是不是真念佛呢? 那我不知道啦。 说实在的,师父也是反复啊。 跟你们都是一样的。 每一天喜气一大堆。 该发脾气的会发脾气,该不喜欢的会不喜欢。 有时候甚至会嫉妒。 会吃醋。 这个就是我们的烦恼啊。 那我们今天念佛呢? 一定要把这个克服。 那不然的话,有一天, 连终或者寿命到的时候, 你那个时候要来修行, 要来用功, 说实在来不及了啦。 再加上, 又没有好的老师, 又没有好的同餐道友, 那怎么办呢? 所以世间啊, 佛常常告诉我们, 众生很可怜啊。 遇到了法门, 还不认真修。 遇到这么好的姻缘, 也不好好念。 你要到什么时候才念? 要下定决心, 活在当下。 无论走到哪里, 一句名号。 无论你在工作, 在做什么样的事业。 无论你在哪里, 在一切处一切事, 一句阿弥陀佛, 要抓抓紧紧都在放在你的心, 你这样的能够修行, 那就不得了啦。 所以, 真修行真念佛, 不是靠我们这句话, 靠我们的嘴巴而所说的。 靠什么呢? 靠你的行动, 你的造作。 所以有修跟没有修, 这个能够看得出来, 而且区别很大。 你看那个释迦牟尼佛, 天天很发喜, 天天很快乐。 你看那个海贤老儿上, 天天非常的欢喜, 天天很快乐。 日日欢喜, 日日美满, 日日的快乐。 为什么? 因为心中都是阿弥陀佛嘛。 对不对? 心中有阿弥陀佛, 哪来会有怀恨的呢? 心中有阿弥陀佛, 哪来会跟人家计较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毛病。 今天师父我是讲实在的。 师父也有这种的毛病啊。 但是我知道, 我要改善。 一切境界里面, 都是帮助我们学习, 放下。 放下什么? 放下你的我值。 因为这个我值, 会带来很多的麻烦。 因为这个我, 你才会有占有的心态。 因为这个我, 你才会有控制的心态。 因为这个我, 你才会有一个计较, 不喜欢, 不高兴。 如果你把这个我放下了, 什么都没有了, 哪来的烦恼呢? 没有了。 只有欢喜快乐。 所以你要懂得去念。 清楚吗? 听懂吗? 听懂就好。 因为有时候, 师父常常在听经, 里面在讲什么也听不懂。 所以今天呢, 这个法门啊, 非常难得。 真的非常难得。 当我认识了这个法门呢, 我的心啊, 整个心就安了。 为什么安呢? 因为我有一个寄托嘛, 我有一个依靠, 而且这个依靠可靠的, 这个寄托能够可靠的。 哦, 所以, 非常难得。 那今天呢, 我就借这个供修, 啊, 来跟大家讲讲, 那偶一大师, 在弥陀经药节里面, 啊, 把这个, 信法门啊, 特别列出来, 啊, 啊, 我们看下面的, 啊, 这个是偶一大师啊, 在弥陀经药节特别列出来, 啊, 让我们对这个法门要深信, 不要有一丝好的怀疑。 啊, 那为什么要信法门呢? 最重要的就是要相信, 释迦牟尼佛, 啊, 把这个法门, 把这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名号的功德啊, 来告诉我们, 而劝导我们,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法门, 也就是说, 深信净土念佛法门, 依据佛所说的如法修行, 一定能够达成, 往生净土的目的。 你要深信, 你不要半途而废啊, 很多人都是这个样的, 念了几年啊, 不念了。 我们一定要知道, 为什么偶遗大师在这个地方特别列出来呢? 你看看我们的祖师大德, 从第一祖初祖到第十三祖。 你看, 各个都是通宗通教的, 明心见性的, 而且在净土中都称为大师。 我们大家都知道, 大师的称呼, 在佛教界里面, 只有释迦牟尼佛才能够称为大师。 除了释迦牟尼佛, 这不可以的。 但是在净土中, 都能够称为大师。 为什么能够称为大师? 因为他念佛了嘛, 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等于什么? 等于成佛了。 所以值得能够称为大师。 所以在一切法门里面, 只有净土有这种的特色。 你看, 通宗通教, 最后呢, 专修专宏专念, 来为我们做一个好榜样, 告诉我们, 这个法门真的不可适宜的。 而且这些祖师大德就告诉我们, 三藏十二部, 一切给别人去悟, 八万四千寻, 一切给众生去寻。 我自己老老实实念这句阿弥陀佛, 比什么更重要? 我们有没有去体会这一点? 再加上, 你今天见到观世音菩萨, 今天是观世音菩萨大喜日, 观世音菩萨又跟你说, 你好好念阿弥陀佛。 文殊世音菩萨, 七尊苦佛的老实, 他也是一样, 没有别的, 也告诉你, 你要好好念阿弥陀佛。 连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都劝导我们, 你要念这句阿弥陀佛。 连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弥陀经里面, 连续的试试都劝导我们, 应发愿当发愿, 你要相信这句阿弥陀佛。 你要发愿, 将来离开这个世间, 赶快跟阿弥陀佛聚会。 为什么呢? 没有别的吗? 但是我们有没有听进去呢? 所以真的不容易啊。 而且我们一定要知道, 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来到这个世间教导终生, 就是以什么为中心? 以这句阿弥陀佛名号为中心。 才从阿弥陀佛广度出去, 八万五辆五边的法门。 所以五辆五边的法门到最后, 都是回归到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那你想一想, 当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等于你把八万四千的法门都在里面了。 你说, 你的福报有多大呀? 师父,我有念阿弥陀佛啊, 但是为什么到现在还是一样? 脾气照旧啊, 喜欢骂人啊, 喜欢说别人啊, 喜欢看别人的弱点啊, 做一些啊, 有时候给自己带来很多的麻烦。 那怎么办呢? 继续用功。 那我们要如何呢? 我们看下面的那一章。 那要如何让一切众人能够相信这个法门呢? 没有别的, 一定要从自己做起。 做出一个念佛的人好样子, 把你的言语, 把你的造作, 把你的行为。 你要跟阿弥陀佛是一致的。 阿弥陀佛代表什么? 阿弥陀佛代表善良啊。 阿弥陀佛代表什么? 阿弥陀佛代表慈悲喜使啊。 阿弥陀佛代表什么? 关怀, 爱护, 不贪, 不撑, 不会。 这个就是阿弥陀佛。 所以你能够做出一个好样子, 做一个念佛的人的好样子, 这个就是对自己很大的帮助。 能够对自己很大的帮助, 等于能够对一切众生的帮助。 起码对你的亲戚朋友, 对你的亲人, 对你的周围的人。 如果今天你能不能把自己做出一个好样子, 念佛的人的好样子, 你怎么能够来帮助别人是不可能的。 所以先从自己做起, 不要求别人, 求自己, 从今天开始, 我要做一个真正念佛快乐的人, 做一个念佛真正欢喜的人, 做一个念佛真正得自在的人。 你要这样的发愿, 不要天天看别人, 耳朵也不要天天去听别人, 要天天讲别人, 那也是一个念佛的人。 你看我们宋朝有一个老居士, 非常的伟大。 这个老居士就是名字呢, 他一生为了要为大众, 能够深信净土, 让大众能够对净土能够有一个深信, 他自己来发心。 这位老居士是谁呢? 我们看下面。 宋朝有一位老居士, 名叫做王龙书老居士。 道德学问都非常好。 但是他一生留下了一本很好的书, 称为叫做《龙书净土文》。 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一本书啊? 有没有? 非常精彩。 这一本书呢? 在这个《龙书传》里面有记载。 而《龙书传》里面都在藏在这个收入在《大藏经》。 不仅仅在《大藏经》, 在《龙书传》里面, 在《净土圣选录》里面都有记载。 这一本书非常好。 而且对于我们看下面的。 对于我们想要念佛的, 或者喜欢念佛的人, 发愿这一生要求生西方籍的世界, 那就得要非常重视这本书。 因为内容写得非常好。 可以当作国文来看。 你看我们的印光大师, 他会称为一代的祖师, 就是因为这一本书的影响。 为什么呢? 有一天这个印光大师, 把这些经书、经文出来塞的时候, 偶尔看到这一本书, 就是《净土文》, 《龙书净土文》。 看了之后非常非常的欢喜, 而且非常的感动。 所以从此之外, 就是从那一天开始, 只修净土, 只念弥陀, 只鸿净土。 后来呢, 称为我们净土中一位, 就是一代的祖师。 十三祖就是他了嘛。 他非常的感动啊。 你想一想, 王龙书老居士。 哦, 他是一位居士耶。 印光大师是一个出家人耶。 因为这个文章里面的内容, 非常的感动。 对他起了一个很发的心, 就是来修这个净土。 那王龙书老居士, 为了要帮助我国。 所以为了我国尽忠啊, 能够解行俱忧。 就是能够让这个, 那个时代就是宋朝, 就是这个国家。 为了大众对净土, 对这个净土法门, 对这个念佛法门, 能够启发这个内心, 而来发愿的修行。 他真的很用功。 后来呢, 我们看下面, 下面的那一章。 后来啊, 王室临终, 占地亡生了。 王室就是指, 王龙书老居士, 他往生是站着的。 一字死字, 不生病哦。 而且往生之前又告诉大家, 告诉这个亲戚朋友, 阿弥陀佛来了, 我要走了。 不复相见了。 而且告诉大家, 我们极乐世界见。 而且呢, 我们看下面。 王龙书老居士, 往生的当天, 见了阿弥陀佛, 向佛鼎礼, 拜一拜了。 那拜完了, 拿着念诸, 就大声的念, 告诉大家, 阿弥陀佛来接引了。 然后呢, 立化站着往生。 你想一想。 你想一想。 所以啊, 这种瑞相, 我们看下面。 这种瑞相呢, 我们净土中第八代祖师, 就是林子大师, 非常的赞叹。 说什么呢? 这种立化往生的瑞相, 可以说啊, 照耀千古啊。 所以他老人家, 留下这一本《龙书净土文》啊, 度了很多的众生。 到现在, 影响很大。 对我们净土中, 修净土法门这个范围里面, 影响非常大。 这一本书在东宁市, 东宁市, 都非常的推广。 那今天我们来看一看, 如果今天我们在雪梨, 真念佛真一用功成, 将来能够离开这个世界, 你不生病, 预知失智。 然后告诉大家, 诶, 我要走了, 阿弥陀佛来了。 哦, 阿弥陀佛已经到我的面前了。 我们将来啊, 到西方起的世界。 诶, 那你的贡献很大耶。 诶, 真的很大耶。 你在这个地区, 你在这个国家, 你会做出很大的贡献。 就如同廉耻大师所讲的, 照耀千古啊。 哦, 所以你要相信啊。 哦, 你要做一个榜样出来, 哦, 给人家看。 嗯, 哇, 时间到了。 哎, 这个寿命也到了, 哎, 九十岁了。 啊, 这个九十岁的时候, 我要开始要表演了。 啊, 该吃的吃, 该睡的睡, 该度的度, 该说的多了。 哎, 九十岁了嘛, 啊, 我现在啊, 体力也不是很好的。 哎, 我要做出一个好样子。 嗯, 给大家看, 西方吉德世界真的是有, 阿弥陀佛真的是有, 那你对这个国家贡献那大, 那就非常大了。 将来大家看到你这样的样子, 大家会相信, 哎, 念佛是真的, 会带来法喜, 带来快乐。 临终的时候又不生病, 你看多好。 你看现在这个社会里面, 十个人, 晚年的时候八个人, 只有时候甚至到九个人, 都在哪里? 天天看医生。 甚至有时候躺在什么? 躺在医院。 你看那个现在为什么医院越来越多? 哦, 所以师父有时候啊, 到一个医院, 到一个诊所, 你看, 大白长龙啊。 要看什么? 看病啊。 很辛苦耶。 他真的很辛苦耶。 等一下最后会跟大家分享, 有一个真的不可思议的念佛堪林故事。 这个人啊, 是七十四岁哦。 他是河北人啊。 他的那个肾, 都已经烂掉了。 但是因为念佛啊, 长出啊, 新的胜出来。 你想一想。 有这种的感应耶。 从古至今从来没有听过的, 到现在这个人还有。 啊, 这个是昨天我们悟行师父传给我的。 啊, 这个文章非常的精彩。 等下来跟大家分享。 所以, 今天我们一定要做出, 真的, 念佛, 不要把它当做一种压力。 很多人说, 哎呀, 念佛啊, 不吉利。 像以前师父, 人家刚刚买了一个房子, 请我去他家里吃个饭。 我因为念佛习惯了嘛, 见到他面的时候, 头一句都跟他讲,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但是这个居士呢, 感觉不喜欢, 又很不高兴。 哎, 师父, 你怎么会这样? 今天是我的吉日呢? 哎, 为什么过年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不是给私人念的吗? 所以很多人呢, 把它当做一种负担。 其实呢, 阿弥陀佛是梵语啊, 如果要办成中文是什么意思? 无量寿啊, 无量光啊, 哪一个人不想无量寿的? 哪一个人不想无量光? 所以啊, 以后呢, 就比较弃巧, 见到人, 无量寿, 无量光, 那都是一样的。 如果跟我们雪梨, 镜中雪味, 见到面啊, 那就不用无量寿, 无量光, 直接了当跟阿弥陀佛, 那就了解了嘛, 他不可能会骂师父的。 所以现在众生很难度啊, 真的太难度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师父上来告诉我们, 佛有真念, 要真修行。 这一句名号呢, 你才能够真正起作用。 好, 清楚吗? 清楚吗? 好, 那我们呢, 今天呢, 要如何来深信这个法门呢? 那我们看下面的那一章。 那这个法门呢, 我们要怎么样, 如何来信呢? 我们一定要知道啊, 佛一生讲经说法四十九年, 所说的法门啊, 是无量无边的。 所以把它归纳起来啊, 总共有八万四千法门。 那为什么佛要讲经, 然后八万四千法门呢? 因为众生啊, 我们看下面。 因为众生有八万四千的烦恼, 所以佛呢, 就说有八万四千的法门, 目的就是要来对治。 就是众生的烦恼, 让各个的众生, 这一生当中能够了生死, 断烦恼, 而且将来能够成佛道, 正菩提。 哦, 目的就是这个。 所以这个八万四千法门, 没有别的, 就是要来帮助一切众生断烦恼。 哦, 生死自在, 无挂碍, 无颠倒, 最后能够正菩提。 所谓的方便有多门, 归远近无二啊。 但是啊, 虽然法门都是好的, 每一个法门都能够帮助我们成佛, 但是, 我们看下面。 我们一定要清楚, 在这无量法门中, 我们一定要选择我们适合的, 特别是现在这个末法时代, 谋强法弱这个时代。 特别是我们业障深重的众生。 业障深重就是指我们啊, 我们都是业障深重的, 哪来不是业障深重的呢? 你是不是业障深重? 你如果不是业障深重, 你还在这边念佛呢? 你早就跟阿弥陀佛在一起了啦。 所以业障深重不是过分, 这是提醒我们, 我们就是业障的众生。 所以, 因为这样的原因, 所以来修这个法门。 很多人有时候打电话, 跟我说, 师父, 有时候我遇到一些居士, 还好我们雪梨金中学会没有啦。 他跟我说, 师父, 我要法门五量寺院学。 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你很了不起啊。 但是呢, 我们的寿命才短处了。 我们没有时间啊。 你要法门五量寺院学, 你将来到西方吉德世界, 你可以法门五量寺院学。 为什么? 因为西方吉德世界, 第一个福报就是五量寿嘛。 你有的就是时间, 你不怕。 但是我们在这个世间, 我们的寿命很短处。 你看, 我们大家聚会念佛的, 我们的年龄有几岁呢? 你想一想, 我们还有几年可以, 可以还在这个世间留着。 我们时间不多, 哦, 顶多给你三十年。 能不能活到三十年? 还不一定耶。 哦, 还有一个寺师跟我说, 师父, 我要发愿, 发心十年, 共修金刚经, 好不好? 很好, 了不起啊。 但是你想一想, 修金刚经的人多不多? 家家都有金刚经耶。 但是成就的人有没有? 很少啊。 六祖会人大师, 金刚经里面听了一句, 因无守住而生其间, 大彻大悟, 免心见见。 我们不要说了听一遍, 你听了千遍万遍, 也不一定开悟。 真的啊, 不容易啊。 还有前几天, 有一位男众的法师, 刚刚出家不久, 打电话问我, 师父, 我想要修不静观。 师父以前有修这个法门, 很难修耶。 我说可以啊, 但是你要小心啊, 不要被迷了。 一迷了, 走火入魔了。 不容易修啊, 不要浪费时间。 那为什么我们要相信这个法门呢? 我们看下面的。 所以, 偶一大师啊, 为什么要我们深陷这个法门呢? 要我们深陷念佛呢? 让我们不要有一丝好的怀疑。 这个法门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好处? 对我们现代这个时代, 每天忙得工作, 忙得赚钱, 忙得对众生的服务。 那这个法门呢, 偶一大师告诉我们, 它有三种的特殊。 它有三种特别无比的殊胜。 而总这个殊胜的意义虽然很多, 但是简要的说呢, 总不出下面的三个。 而这个在一切法门是没有的, 唯独在尽头才有。 所以今天为什么 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这么诸重这个法门? 因为它非常的特殊, 跟其他的法门是没有的。 它的特殊在哪里呢? 我们看第一个。 我相信大家都很熟, 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 念佛法门, 是三根仆辈啊。 利顿经书啊。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法门呢, 无论你是什么样的根性, 都能够修。 上上根的这些有圆满的智慧, 固然能修。 但是顿根的人也一样可以修。 无论你什么样的根性, 你下下根也好, 你中下根也罢, 你上上根也好, 一切都能够修的。 所以啊, 欧依大师说的好, 我们看下面。 上上根不能鱼起捆, 下下根亦能争起鱼啊。 鱼就是超越的意思。 鱼就是讲能够达成, 达到什么样呢? 鱼, 鱼就是目标。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就是讲西方其的世界。 所以这一段经文的意思就是说, 上上根的这些有大智慧的人, 他不能超出这个法门, 但是下下鱼的人也能够修这个法门, 而且最后也能够入道, 也能够成就。 你看海贤老人不是最好的一个离子吗? 一生没有读过一半不清, 一生没有讲过清, 出家之后老是交代一句阿弥陀佛, 老老老实实, 九十多年从来不动摇, 从来不改变。 他的修行比任何人更成就。 那是讲到海贤老人上, 还有更下下根的人也有啊。 我们也不能算说下下根的啦。 我们起码在中等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也不是在上, 也不是在下, 我们在中等。 但是最中等的人啊, 最难读的。 真的啊, 在中等的人是最难读的。 下下根的人容易读。 你看那个清朝啊, 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清朝有一位居士姓王, 人家称呼他叫王呆佗。 有没有, 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啊? 有没有呢? 王呆佗啊。 为什么称为他王呆佗呢? 因为他是一个傻傻的。 人家怎么骂他, 怎么讲他, 侮辱他, 或者甚至于来批评他, 或者甚至于来伤害他。 他都是笑嘻嘻的, 笑哈哈的。 从来啊, 也不会跟人家发脾气, 也从来不会跟人家计较。 甚至于人家给他钱, 他也不懂用。 所以啊, 有时候想一想, 像这个王呆佗也有好处。 傻人有傻的福气啊。 你看我们为什么喜欢发脾气? 喜欢不高兴这一个, 不高兴那一个。 听到一句你不喜欢的话, 你会起了一个讨厌的。 看到人家来批评你, 伤害你, 你会起了一个厌恨的心。 你看他王呆佗啊, 你怎么对待他? 他也不会不高兴, 都是笑咪咪的。 也不会跟人家计较。 你说, 为什么我们活得这么辛苦? 因为你眼睛所看到的, 计较到哪里? 所以你会活得很辛苦啊? 那个王呆佗也不会耶。 你就怎么骂他? 怎么说他? 笑哈哈的。 所以以后, 如果有人骂你的时候, 或者人家批评你的时候, 你像王呆佗那样, 笑哈哈的。 笑咪咪的。 你念佛成就了啦。 因为我相信每个人, 会有遇到这样的因缘, 或者人家讲你坏话, 或者人家批评你, 或者人家被你的老公, 或者被你的太太嫌娱, 或者对你的儿女, 种种的。 像王呆佗那样, 笑咪咪的。 没事, 真的没事。 很多事的, 就是洗温计较的。 有一天, 因为他这样的生活很辛苦, 这个成道人, 有一位姓陈, 叫成道人, 把他带到回家。 每天给他工作, 做什么呢? 打扫, 砍财, 剪财。 然后晚上呢, 一直想念佛, 至少要一百拜。 但是王呆佗啊, 他有一个弱点。 什么弱点? 他的记忆力很差。 所以每次念阿弥陀佛呢, 前面南无记起来, 下面的阿弥陀佛忘记了。 下面的阿弥陀佛记起来, 前面的南无就忘了。 所以一念一念, 不知不觉, 常常这样, 睡着了, 打呼噜。 所以这个成道人啊, 每一次看到这样, 常常拿什么呢? 常竹竿。 每一次睡觉, 用这个常竹竿去打他, 而且又骂他。 怎么骂他呢? 长得这么笨啊, 还不好好用功, 还不好好念佛, 还打瞌睡。 哇, 如果今天, 师父, 来骂你们, 我相信, 你就不来共修了。 你相信吗? 你相信吗? 今天如果我讲了几句话, 说你们怎么样怎么样, 你会感觉怎么样? 你会不高兴吗?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到这个佛堂, 常常没有把出发心放在他的修行上? 如果我们来到这个道场, 我是来修行的。 无论你遇到什么样的境界, 你不会被这些而不高兴。 甚至你可能会, 我感谢你, 有你, 你也成就我。 如果这样的道场你想一想, 这个道风, 这个邪风会带动起来, 将来这个道场会帮助很多人。 所以我们来到一个道场, 是要来修行的, 不是要来搞明文立养的, 是要来为大众服务的。 你要用这种心来带动。 不要动不动, 不高兴这个, 不高兴那个。 我们要发心, 要记得, 一切在境界当中都是在考验, 都是在提升自己的境界。 王呆佗天天就是这个样的。 没想到, 经过使经, 大概几年? 三年。 那有一天, 这个王呆佗突然间笑了很大声。 然后他的师父, 陈道仁, 突然间听到这个王呆佗笑了这么大声的时候, 赶快拿着这个长竹竿, 又冲进去, 又开始要打这个王呆佗的时候。 王呆佗那个时候, 就告诉他的师父。 他说, 师父, 今天你不可以打我了。 以前你天天打我没关系, 你是老师, 为我好。 但是今天你不能再打了。 这个陈道仁很奇怪, 很纳闷。 今天我的徒弟有点不一样哦, 讲话一刻, 态度啊, 心态也不一样。 他就问他, 为什么呢? 这个王呆佗啊, 直接了当, 就告诉他的师父。 他说, 师父啊, 你苦做了18年, 今天如果你像我这样拜佛, 老实听话, 你早就去见佛了, 你还在这个世间。 你看他的师父啊, 听了这句话, 整个人啊, 他就呆了, 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听不懂啊? 你想想想, 18年, 有没有成就? 没有啊。 王呆佗三年, 就大成就啊。 讲完隔天, 往山上站着, 一直一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最后火化出来, 有很多色力子。 这个是发生在清朝。 这个叫做什么呢? 真修行啊。 所以呢, 偶依大师啊, 告诉我们, 我们看下面。 所以偶依大师告诉我们啊, 这个法门是, 若是若以彼有份, 是难是你总堪修啊。 什么意思呢? 无论你是男女老少, 无论你是有一个上上跟大智慧的人, 乃至一番一夫一夫的, 都能够修这个法门。 什么样的更新, 无论是什么样的, 像王呆佗那样, 都能够成就。 那我相信你们也会更成就了吧。 王呆佗都能够成就, 我们为什么不能成就呢? 你说呢? 那为什么呢? 很简单嘛, 是不是? 你看下面, 为什么呢? 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或者念四字阿弥陀佛, 你会不会念? 会不会啊? 很简单嘛, 很容易嘛, 很方便, 顺口都能够念出来, 也不用去背, 也不用花很大的力气, 很简单, 南无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连三岁的小孩都能够念了, 很简单, 但是, 随人, 这六字, 这一句名后, 连三岁小孩都会念, 不过又把他这一句名后念到, 啊, 纯净纯善, 而能够念到清净心, 一心不乱了, 八十岁的老翁也不一定能够修得好, 未必修得好, 是不是呢? 哦, 你想一想, 多少人呢? 这句名后很简单, 三岁小孩都会念, 但是八十岁的老, 不一定能够修得好, 所以为什么现在念佛的人很普遍? 念佛的人很多, 那成就的人很少, 什么原因? 不要说外面了, 说我们自己了, 我们是不是属于八十岁的老翁呢? 不是啊, 哦, 我们不一定能够修得好, 你看人家一般念佛三年五载都能够成就了, 我们呢, 三十年也不一定成就, 其实呢, 印光大师在世的时候, 我们看下面, 所以印光大师讲得好啊, 下手一样, 而成功高, 用力少而得效数啊, 念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后很容易, 但是成就的功行都非常高, 用力, 就是说不必用很大的力量来学, 但是所得的好处, 而效果都非常快, 在其他的法门是找不到的, 这个是印光大师在世告诉我们, 这个快的意思就是说你能够生死的自在, 心无挂碍, 无挂碍故, 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而就近涅槃, 就是说你能够往生西方极人世界, 你能够成佛果, 非常快的, 唯独在这个法门, 在其他法门是没有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在大成经里面, 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都劝导我们念佛的原因就是这个地方, 因为太简单, 太容易了, 方便行住咒卧, 只要你能够提起这个正念, 各个都能够成就的啊, 每个人都能够成就的, 只要你能够提起这个正念, 你正念, 你正修, 要如何念佛得到效果的信数呢? 我们看下面, 所以欧依大师告诉我们, 自诚恳切, 认真的念, 老实的听话, 各个一定能够成就, 达到, 获得很大的利益, 而这个利益就是什么呢? 得以心不乱, 断烦恼, 正菩提亚, 就是说你能够往生西方级的世界, 没有比这个更好了, 因为人总有一天在这个世间, 每一个人有生必有始, 所以我们这个世间为什么会苦? 因为你没办法主宰啊, 你没办法主宰, 主宰自己的命运, 比如说你不想死也避免不了, 你不想老, 就老不了, 没办法了, 所以我相信你们会有成就的, 我对你们有信心, 将来我们能够同生极乐国, 亲近阿弥陀佛, 在西方极乐世界, 享受永远永远平安, 居乐在极乐世界。 你们有没有这个信心啊? 要有这个信心, 将来我们能够同生极乐国, 亲近阿弥陀佛, 比什么更好? 我们这个世间很麻烦太多的事情, 太多了。 最近师父看到一些很多文章, 这个世道真的很乱。 我们澳大利亚, 虽然环境好, 但是关键在人世, 如果这个人世没有改善, 那这个环境要随着这个人世的变化。 你说呢? 以前不是说吗? 澳大利亚是我们地球上一块净土, 但是如果人心不改善的话, 你想一想, 将来这个环境会变成什么样的? 跟西方籍的世界是不一样。 西方籍的世界的环境, 无尽的庄严, 无尽的美好。 是什么原因? 是因为人人皆是都是好人, 人人都是善人。 属于耳舌显出来的, 这个环境非常的庄严, 非常的美好。 为什么我们这个地方, 显出来都是这个样的? 随着我们的震报都在变化, 随着我们的人心都在变化。 所以尊敬的主义陶修, 主义同修大德, 只要明白念佛的意义, 依法专修, 我们一定能够成绝的。 这个就是我们一定要明白。 这个就是偶一大师在这个《弥陀经》要解里面, 告诉我们, 念佛第一个的特殊, 第一个的殊胜, 就是三根仆辈, 对利盾全说的原因。 那我们一定要相信。 那第二个是什么呢? 下个星期再跟大家分享。 今天简单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祝大家能够好好用功, 好好念佛。 因为非常难得嘛。 大家能够聚会念佛, 聚会一处, 然后来学习佛法。 最后, 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方向锁定了。 那个比什么更重要的。 海鲜老丈常常讲, 啥都是假的。 在这个诗上, 什么都是假的。 万般将不去, 只有业才能够随身。 所以你把这个业, 要修什么样的业呢? 修敬业。 什么叫做敬业? 你的心要常常。 什么呢? 清净。 清净性很重要。 善也好。 恶也好。 你要保持那个心。 要清净。 那个比什么更重要。 今天呢, 简单跟大家分享。 祝大家六十吉祥。 祝大家老实。 祝大家清化。 祝大家身体健康。 我们下个星期, 我们一起来学习。 谢谢大家。 如果有一些, 讲一些不对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比例。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